啊 退去了青色和婴儿肥 现在已经是美人的代名词 近四十岁的她 完全成了动灵女神 其实真实的女神是这样的 你再敢播出我杀你啊 陈乔恩人称偶像剧女王 承包了这些年 各种爆红的偶像剧 从千金百分百 王子变青蛙 命中注定我爱你 到佳琪如梦 景秀源 以及笑傲江湖 等等等等 各种爆红的电视剧 如果说任何想红的男生 赶快打电话给我 你拨打的电话 在时无法电话 虽然爆红 但又雷点十足 跟谁合作都是各种 绯闻满天飞 真是一场世纪大戏 妄夫运十足 虽然这么妄夫 但还是一个人 开车去吃宵夜 烦死了 我很敢讲 我这么做就出来 女神已经年近四十岁了 但还是个剩女 你看你看 说你你还不开心了 这是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就是最后一次 怎么是把对象带回家 等我有对象 你应该很好找老公 明天不结怎么办 不结就没办法了 你是不是说 你的条件出来吗 起码要长得顺眼 人品好 我责任心 有责任心 觉得这身边的女士如何 妈 你们两个谈恋 我倒还蛮放心的 来 让我们有请 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嗨 乔恩 嗨 今天的吐槽大会呢 对你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虽然我没有办法像道明寺那样 买一个巴黎铁塔送给你 但是我特地为了写封信 来吐槽你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吓 笑天 你真的太有心了 其实我也好想好好的了解你一下 慢着 干嘛 学习吐槽用的话 还要吐槽大会干嘛 就是笑天 你想接近她 就是因为网友说她忘夫 你想翻红而已 辞子 你会不会太幼稚了 今天能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朋友 你凭什么跟我抢 对 晓恩 我喜欢你 你不是结婚了吗 晓恩 你是笨蛋吗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偶像剧男三号的话 真正需要的人是我 因为 我更想红 辞子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想怎样 你们 Urban 你 你看不清 你爱我的打帮 就像广告的 你命中的注定 只有你 是我太忍心 好了 你们两个 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 你们两个 我都要 因为今天是我的吐槽大会 我是来吐槽你们两个的 那我们掌声有请 偶像剧女王陈晓恩 大家好 大家好 看到有两个人陪衬之后 谁才应该出来接女神了吧 当然是老师您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 咱们就一个一个讲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乔恩姐说脏话骂人吧 你们节目组可以试一下 别给她准备早餐 晚餐 午餐 等等宵夜 什么都别准备 就可以试一下 有一场戏是她们软今天的吻戏 她吃羊肉串 吃到一半被我叫来了 躺着 轻啊 午餐 午餐 以后有人发现 她手上还拿着羊肉串 因为她知道我只拍特喜 你是一个非常知道坚持的演员 第一呢 坚持和男神们合作 第二 坚持绝不收割她们 为什么要去演那个圣女的代价呢 你说现在一不小心 这真的成圣女了吧 伴娘真的不能当三次 当了以后真的嫁不出去 她是我见过所有女演员里 最能吃的一个女演员 而且还带着组里的其他演员 她拜着别人吃 她自己甘吃不胖 你说这欺人不欺人 巧恩不光是偶像剧女王 更是妆嫩剪女王 跟王一博还有吻戏 跟程潇是好姐妹 你还要演少女吗 你不打算演一下少女的妈呀 我家巧恩永远是冒着其他的心态 去参加综艺 去参加真人秀的 前几天我看朋友圈 我看到巧恩去参加了一个 持绩比赛的真人秀 然后我就说 巧恩啊 巧恩你为什么要去 参加这个节目啊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她说 老西啊 我是去减肥的 巧恩姐 听说你挺旺夫的 不过 其实我没你可能 哎呀哎呀哎呀哎 你去哪儿啊 去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店 听说你规模特别 那能有多大 全国一百多家店 各个都能感受到 草原般的轮廓 您不是嫌麻烦了 人家瓜子 车子多 没有中间商转产的 新店开业 还在外园大地方 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店 我改了 哭得好不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不来现场 照样可以吐槽 无论是没有来到现场的明星 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通过 屏幕上的这样的方式 和我们进行互动 来参与吐槽 而且 刚才我也说到了 陈乔安的妈妈 陈乔安的妈妈 真的对她很严厉 小时候特别害怕妈妈 在日记里面就会写 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就像魔鬼 妈妈要来打我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对陈妈妈的恐惧 蔓延到了整个的娱乐圈 真的 现在 同剧组的男演员 看到陈妈妈来探班 心里面就会想 陈妈妈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就像魔鬼 陈妈妈 要来打我的主意了 陈乔安演过多少偶像剧 我觉得他自己都说不出来 无数吧 没嫁出去 穿了二百多次婚纱 全还回去了 和很多男演员 传过绯闻 都没有下文 这些数据准确吗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就没有下文吗 我也不知道 自己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 偶像剧女王 陈乔安 天呐 前面都说得这么好 有点 紧张 等一下 不要给我冷场啊 大家好 我是陈乔安 谢谢 大家都说我是偶像剧女王 没错 我的确是出演过很多部的偶像剧女主角 其实偶像剧它是有套路的 就比如说在一部偶像剧里面 男主跟女主要相遇的时候 女主角一定要四十五度角跌进男主角的怀里 寒情默默地看着她 就像这样 这时候呢 摄影师就会慢慢地走轨道 开始拍 有点浪漫的感觉 那个 张绍刚老师 过来 你害羞什么 我让你演鬼道 刚才李淡吐槽说我喝酒 喝酒的确是不好 就是李淡邀请我来那一次 他就喝多了 在那个酒局上拉着何炯的手说 陈乔恩 你一定要来参加吐槽大会 你是偶像剧女王 何老师当时也喝大了 很干脆说 海涛我答应你 但是在这边要跟大家说 喝酒千万不要开车 对的 今天到场的还有江振宇老师 是 嗨 你好 你好 是 研究微表情是吗 哇塞他好厉害哦 我相信你真的是很懂科学哦 你相信我这句话是真的假的 江老师 别看着我 真的我觉得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 我很欣赏你 你看得出来吗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来录节目之前 节目组有跟我沟通过 说要邀请过来吐槽我的嘉宾 他们那个时候说要邀请谢娜 我说谢娜不行不行 因为她会抢了我的风采 跟着呢 节目组说要邀请小S 我说小S 不行不行 我跟她不熟了 而且她也会抢了我的风采 后来他们说要邀请侯佩岑 佩岑啊 可以可以 可以的佩岑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很好 因为你也觉得我很好吧 爱你哦 爱你哦 当然啦 在这里也不是说侯佩岑她不笑女王 她多漂亮啊 啊 其实呢 我很羡慕她 你看看她 笑容甜美 温柔娴熟的女孩子 我都已经不演了 你怎么还在演啊 佩岑 放松一点啊 婚都结了 任务完成了 啊 可以抠脚丫子了 来吧 来吧 放松放松 最近的新版流星花园正在热播 也出现了新版的F4 其实超越经典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所有这个新版流星花园的演员们 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西门可是朱孝天演的哦 那我有什么好不敢演的啊 每个女人在我这里的保存期限只有一个礼拜 哈哈哈哈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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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 I got you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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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要说一下我的好朋友圆红 这个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老圆呢 老圆呢 他是一个经常爱看偶像剧的人 偶像剧演什么他就姓什么 他跟二姐的爱情故事啊 也就是跟偶像剧的剧情一模一样 就话说那时候他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张一新就 心意 哎 是一新还是心意啊 一新 心意 哦 心意 对不起 对不起 好朋友 不必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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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理解 忘掉刚刚那一段啊 话说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二姐就在家 就接到了圆红的电话 圆红就说 心意 你开门 而门一打开 老圆就出现在门口 背了个包 说要来帮二姐做一顿饭 我说老圆 你真的也是太纯真了 你有没有想过在敲门之前 万一里面要是两个人呢 你怎么办 门一开里面有两个人的话 人家岂不是很尴尬 你要人家说什么 说啊 圆红 你来都来了 你就进来做个饭吧 不要加辣椒啊 很多人说 陈乔恩演了这么多年的偶像剧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突破 太没有挑战了吧 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 偶像剧是比正剧难演的 在这里不是说正剧是很容易演 只是偶像剧这么简单的这种剧情 要演到让大家感同身受 让大家相信 甚至让大家觉得不讨厌 这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吧 偶像剧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一路走来也是挺幸运的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然后 真的是 能够走到今天 真的是很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真的很好 谢谢 你看 是不是相信了 我是不是很棒 就像刚刚说的啊 确实 我跟很多小鲜肉在对戏的时候 我都能当小鲜肉的妈了 所以我跟他们对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演技 主要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因为我都跟他们说 姐都能生你了呢 哈哈哈 然后后来呢 有一阵子就听到了一个 我跟小鲜肉的绯闻 我当下听到的时候 非常的傻眼 然后真的有朋友 打电话来问我说 陈乔恩 我看到你的绯闻了 你好棒哦 哈哈哈 其实不是我棒 是媒体棒 哈哈哈 我在这里要认真地澄清一下 这个绯闻是假的 是捏造的 完全都是无稽之谈 江振宇 你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睛 看我有没有说谎 那算了你鼻过来了 到时候后又会传绯闻 陈乔恩与民间科学家 深情对望 想要走进科学 哈哈哈 哦 这个好 这个厉害 哈哈哈 很棒的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哈哈哈 啥可 哈哈哈 我不仅要面对 父母朋友的催婚 还要面对 广大网友的催婚 哈哈哈 经常有网友说 乔恩 希望你快点找到一个 把你捧在手心的人 我为什么要被别人捧在手心 我自己有手 而且我捧红了我自己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每一个女生都 非常的期待自己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幸福美好 但老实说 我我一点都不憧憬穿婚纱 我觉得婚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穿的衣服 很刺啊 很紧很扎人啊 勒得难受 更别说要提什么上厕所了 知道为什么这么了解婚纱吗 因为我在偶像剧里面 已经结了几百次婚 哈哈哈 想象一下 你们要是结了几百次婚 你们还会想要结婚吗 哈哈哈 听到我愿意的时候 你们还能感动落泪吗 哈哈哈 我能 因为我能演 我是偶像剧女王 谢谢大家 我是陈乔恩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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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都冰了我 哎呀 好可怕的节目啊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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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真的啊 你两个姐妹 哈哈 你那些和她鸡掌的人 不觉得自己幼稚吗 哈哈哈 你们真的分得清她刚才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吗 哈哈哈 刚才看到两个女人的对戏 不害怕吗 哈哈哈 演技真好啊 你是想加入还是咋的 我不 我 我不想加入 不想不想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都没有你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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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淡 演技要磨练 好不好 而且 再次感谢乔恩 我们今天呢 把陈乔恩当作主咖 因为大家都管她叫偶像剧女王嘛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这些表情 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呃 也会和大家一样 因为年龄大了 在家里面 呃面对 被催婚啊 这样的麻烦 乔恩我跟你讲 古代人啊 十岁 十几岁就应该结婚了 哎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二十多岁 时代再进步 现在三十多岁不结婚也非常非常正常啊 所以 时代在变化 时代进步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 我们学会了包容 包容不同的人所做出来的不同的人生选择 比如说 今天来到现场的陈乔恩 所以 乔恩 只要是你继续的坚持自我 在这条路上 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王 啊 谢谢 啊 最后就到了我们 呃 评选每一期的talking的时候了 你们觉得谁说的最好笑